感恩关心我的朋友 又来聆听我的分享跟我按赞 老师好 叉码家人以及俊男美女们好 开心的时间到了 分享趋吉卡时间 今天所抽到的卡是 这四张太阳卡的部分 点燃星灯 要经常反问自新 是否处于一个明白的状态 而这个明就像一盏灯点在星头 这就是所谓的星灯 试试察觉自己的星灯是否点亮 不断练习再练习 当炉火存清之际 就能感受到灵命中的那盏明灯 长存星头 而这盏明灯与灵命的提升 已经一脉相连太阳圣的导师 今天抽到这一张卡给自己的一个讯息就是 心法做的时候没有做到位 会做到睡着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再加强的一个部分 那所谓的明灯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累积 是将身心灵当中的能量场在观想的那一刻 掉动出来 变成一盏能够让你观想的明灯 这就是功夫 如果心中这盏明灯能够和心法中的太阳 共存共振 虽然这盏灯别人看不见 但对我们来说已经长存于心 而且能 而且在能量的转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遇到不良的外境就不会被侵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第二张卡丰盛卡抽的是 切实行愿 同样抽到这张卡 事情大是大是小皆取决于自己的掌握 忏悔发愿千万不能儿戏 曾经忏悔的就不要再犯 曾经发愿的就不要忘记 要确实去行愿太阳圣的导师 感恩导师这张卡给自己的讯息就是 这次的活动的发愿 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这也就是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要赶快去行愿 因为发愿行愿是不能儿戏的 忏悔过的事情不能再犯 这一点也是自己常常有再犯的一个 所以很感恩今天这张卡给予的讯息 要加把劲 第三张卡抽到的是坚定信念 当实修实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 就没有理由说自己不幸福 如果自己不去落实执行那么即使方法再多也没有用 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剑君子自强不息太阳圣的导师 感恩导师抽到这张卡给自己的一个讯息就是 在这活动之前 诸多的事情 这也就是我们在历练红尘境当中 自己的心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有受影响 这就是一个实劲的一个演练 而且春秋大戏已经要上演了 所有的超马家人都在配合努力当中 一个机会要好好的把握 舞台演员全都上 准备好了就带 就看我们带多少的观众去而已 第四张卡抽到的是 心量要宽大 得香卡的部分 女性要豁达 大度确实比较困难 斤斤计较或钻牛角尖者较多 既然决定延续幸福的婚姻 想要圆满人生沉盛成贤 心量就必须要尽可能的 豁达 宽宏犹如大海 那百川一般太阳圣德导师 抽到这张卡也就是给自己的讯息 是否在斤斤计较或者是钻牛角尖 当自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自己的想法到底是在想什么 想跟做 空想想太多没有去做也是一个落差 所以非常感恩这一张卡给自己一个讯息 是否心量在心量方面没有再开阔 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 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 积极的努力再邀约 邀约更多的人来感受天地的爱 天地的正能量 感恩大家今天聆听分享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春秋大戏即将上演 12月22号23号在林口体育馆 太阳圣德导师冬季世界巡回演讲 第一天的新歌发表会 这歌声中有宇宙的讯息 它里面有密码中的密码 能量中的能量唱久了自己的身心灵就慢慢的聚合 再加上实修实练太多的科学没办法解释的事情 都一一展现出来 所以有缘有福气的朋友 赶快来参加第二天的一个实修实练课程 彩虹大法就在此时会现世 诸多的讯息当中 在这两个礼拜很多的地方陆陆续续 超马家人都看到天气好 或者是车子的轮胎都天空产生彩虹 汽车的轮胎也现出彩虹 自己家的衣服都现出彩虹般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讯息 代表有缘人就能够接触到这个 所以有福气有智慧的朋友 如果看到这个讯息赶快来报名参加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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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